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心靈綠洲 道場話短 我是梁美中 是道場話短的主持 大家好 我是吳家權 是道場話短的嘉賓主持 大家好 我是李艷英 李艷英同學 其實他今天會和我們訪問 他好像未做過嘉賓主持 但我們每次都聽到他的聲音 因為他和蕭國光同學做道教史話 今天我們有些改變 因為今天我們會把嘉賓訪問 放在前半部分 第二部分就做回我們的主持 今天有些特別的日子 知不知道 家瑜師兄 知不知道 但我還是有你講 今天就和聽眾會和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兩個消息 一個消息就是 我們這班義工團隊 可以暫時休閒 可以休閒 因為其實另外一個消息 講和聽眾講 因為電台節目調到的關係 就是我們暫時會暫時停一會 我們都可以在這個階段 各道兄 又回到自己道堂那裡 收集多一些道教資料 有機會再講的時候 又會將多些資訊 和聽眾分享 你怎樣看 家瑜師兄 對的 道是不斷有始有終 我會不斷親生不息 今天這麼重要的環節 我爭取訪問 我們請到醒善珍堂的理事會主席 王漢漢道長 我們只是在道堂的活動 見到王道兄 還有就是醒善珍堂的副主席 就是鍾樹控道長 兩位呢 爲什麽呢 爲什麽呢 我們最後的特別要找他們 家瑜師你知不知 我們知道王道長 就是我們的前輩 是呀 很多道教場合都見到他 是呀 我記得很多場合都見到他 他參與道教活動 那種精神 身力體行 我是感動的 還有口背 第二就是說 其實我求了他很久 他思考了很久 都在最終接受我們的訪問 但是因為我們有暫別 那最後一集一定要訪問 就是那一句 你也多謝王道兄 你也帶來鍾樹熊道長 是他的副主席 鍾樹熊道長 鍾樹熊道長的身份 多謝你兩位先 我們禮貌上 我們一定要介紹你的背景 特別是王漢漢道長 或者是主席 邀請我們把靚聲 你介紹王道長給我們聽聽聽 我都很高興可以介紹王道長 王漢漢道長 就是現任的醒善真堂 理事會主席 香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 民政事務處 隆堂分區委員 於2015年獲頒 民政事務局局長 加許計劃加許座 1977年他加入了醒善真堂 成為唐元 當年獲次號道號靜高 自1979年開始擔任席理 2011年至到現在 是擔任醒善真堂理事會的主席 哇 資歷很豐富 首先恭喜王道兄 原來都是受到社會的認同 我們特區政府 政府都有一些掌儘不可去做 我們要介紹另外一位 就是鍾樹雄道長 鍾樹雄道長 他現在是擔任醒善真堂理事會副主席 亦是華人廟宇委員會的珍寶委員 我要補充多一句 如果鍾樹雄不介意 他另一個身份 是香港城市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的教授 大家都會有機會 有電子工程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會訪問他 鍾樹雄很面善 兩位代表醒善真堂 其實我也跟王道兄談了 我要求他來做訪問 因為我個人第一 我去過聖善真堂 去探望他們 參與活動 他亦是在市區 我相信我們道堂中人 都很熟悉這個壇堂 但有些人不熟悉道教 我們經過九龍堂 很多人都會問我們 這個是甚麼地方 這麼大 字就很大 醒善真堂的字 是甚麼來的呢 很多人都會問 是甚麼地方 我們請你和你介紹醒善真堂的背景 給我們的聽眾聽聽 是 醒善真堂 是位於九龍堂 麗頓街 7至8號 前身是東莞成立的馮迎國 戰後在九龍深水埗 迎盤街 啟基 得到佛祖次名為醒善真堂 在1952年正式成立 當時創辦人只有14位 到唐元委是同門業餘修身麗德的 明德從善之所 到1968年就成為非謀利的慈善宗教團體 1970年就遷往九龍堂宴寺 64年來本堂和同門謹敬先師的機訓 以善為根 以正理道行為宗旨 至今已發展成為佔地二萬呎 有四百多位唐元 全年開放的道堂 補充句 他的地址是九龍堂律倫街 如果我們去探望王道興和宗道興 你記得這個地址 因為他的地址站出了很近 首先很感謝兩位 先訪問王漢主席 請問一下主席 你現在是代表聖善真堂 也是我們道教界的領導之一 請問一下你你怎會入道 甚麼人為何會入道成為道長 這樣的 我呢 因為我父親也是聖善真堂的弟子 我一九五六年 下來了香港 那一年就十二歲 那時就是聖善真堂 就在營盤街 每一個星期有三天晚上 我跟我爸爸就上去聖善真堂 看仙神的腹肌 所以慢慢地自己對道教有了認識 所以日後就加入了道教這個行列 其實也是家庭師兄 王主席也是跟我們一般入道的道長 都是那個模式 是守家人影響 特別是他爸爸也是聖善真堂的弟子 帶了他去的禁言 其實想問一下 黃道兄 你入道後 其實你有甚麼特別的進修 在道學方面 道學方面 進修方面 不能說 都是對外多 我都是跟著前輩 影響我最大 其次就是周明道長 他老人家很提攜我 到國內、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 一帶大家道貫交往 變成香港各大道堂都有來往 所以我這三十多年 都是向這方面發展 所以國內外 很多人都認識聖善真堂 就是這個意思 那家庭師兄 剛才說過 我們有一些教外的朋友 有時候到九龍堂 一個這麼豐宅的地方 見到有一個公館 因為名字 不是那麼多人懂得讀的 一個字 不知讀個聖就是讀個省字 對不對 我們今天就有教授在這裡 也是那個堂的副主席 不如問問鍾翔教授 不如你和我聽說說 這個聖善真堂這四個字 其實有沒有一個特別的含意 每一個道堂公館的名稱 都一定有意思 沒有例外 聖善真堂的名稱 每一個字都包含了 有一些在修身 心性上的意義 譬如在那個繩那裡 其實我們一明白到 修道的人 日三繩吾身 即是你自己不斷去反思 對自己的一言一行 一個念頭 都需要是反省 從而作出適當的修正 這就是在那個反省那裡 而善呢 在《道德經》裡面都有講 其中一節就是講上善弱水 我相信聽眾很多都認識 就好像水一樣 知陽萬物離際社群 對個人來說 是深存善念 這是必須要的 而真呢 在莊子裡面都有講 古之真人 即是以前的真人是怎樣的呢 他就說很簡單而已 睡覺的時候 你不會發暗夢 睡醒覺的時候 是沒有憂心的 即是你這個人 好像君子坦蕩蕩 修身修靈性 反迫歸真 這個表類都是一致 這是真 而唐呢 除了意思是講場所之外 我們在唐裡面知道 是指 唐唐精精 行善值得 這就是這四個字 醒善真堂 嘩 很有意思 今天我們有一個訪問組 醒善真堂的代表 因為我最初問 連唐字都不打下來 他們看回唐字 就好像忠聲所說 就是唐唐精靈的 那我們就真的去過 你去過醒善真堂 你覺得裡面的環境如何 你自己這麼運動 做一個道教中人 他裡面的談堂都很整潔 第一 第二 我那次去就是聽一些島卿的講課 那些人都很合作 雖然他們講課的失誤不是很大 但可以很快就把這些椅子擺得很整齊 然後又有很多地方招呼我們 喝水、吃東西 雖然說有幾萬呎 但因為彈堂都多 變成他們的人的合作性和安排都很好 是啊 我同樣的感覺就是去聽課 那裏的讀長 好幫忙 怎樣 我又補充 我記得你們上面那個是三清澱 是我有另一個感受 很有才氣的 很有靈氣的 我的感受就是這樣 不知道其他就會輕有這樣的感覺 主席你回應一下 你剛才說話很有才氣 剛剛上屆的中國獨教協會 現在下來的任法庸會長 他未當會長之前 現在講二十多年前 他去過省仙 他跟著那個三清大殿那裏 一路跑出去公園 他說那條龍蜜 那條龍器就在這裏過 就是這樣 可能你都 你都是高度 是 那我們要去多幾次先 好了我現在就休息一下 稍後還有很多要訪問 主席和副主席 是 心靈綠洲 道場話短 好 現在回來 就是我們道場話短第一小時 我們是把嘉賓專訪擺在前面 今天的嘉賓就是 省前真堂的主席王漢漢道長 和副主席鍾樹雄道長 剛才介紹兩位 原來都有背景知道 嘉賓師兄 你對那個道教科儀都有興趣 是 因為我們都去過省前真堂 都見你們有些科儀做 經常都會 想問一下 你們那個堂 比如那個宗教科儀服務 背後的宗教理念是甚麼呢 我們堂那個科儀都是全真派的 是 就按照道教的傳承 本堂所用的宗教科儀的服務 中心可概括為制生道死 制生即是通過道教科儀 幫助在生的人祈福 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 科儀就是禮斗了 每個月的初一 甚麽舉行 善信可以親身到我們本堂來 參與每月一次的 占星禮斗科儀 經詩引領參加者 虔重、北斗、消災、延受真經 用以缺病、延生、消災計額 道死方面 即通過道教科儀 為去世的人超渡 本堂持有超渡功德 即是俗以港打劑 經過經詩重經 希望先人可以祖登仙界極樂 脫離樊界的虎虜 參與那些道卿 雖然會有進階 例如做到經生 或做法儀 要 第一 你想成為經生一員 因為我們本堂以扶基為主 要問個先臣 我可不可以做經生 先臣說你可以學經 學滿一定的時間 但你可以臨臨上口 可以了 再問個先臣 可不可以服務 為眾生服務 先臣批准你 可以做經生 這樣便可以做 如果一人不批你 也不行 通常有哪幾位先臣 會到你們的基壇 最普遍就是呂祖恩師 一般都是問他多 呂祖恩師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都是我們在營盤街那時 和李鐵鬼大仙師 即八大仙的所謂鐵鬼利 他是我們的主壇神理 主壇神理 一般都是問起兩位多 如果兩位先臣不下來 我們就問我們道館 道館有個先臣叫做惠錦道人 他一日二十四小時 和守臣兩個先臣守住聖善真堂 不離開的 他受皇庭的命 守住那個壇 二十四小時 他不會出去聖善 這個想同意聽眾分享 我們的道教文化 有些道館 包括聖善真堂 有副記 當然副記有些聽眾會信 無論是我們道教文化的部分 再問一句 不如這些服務 主席一般向不向外 給那些善信去參與 或者幫那些善信做 那些善信反應多不多熱烈 都是對外開放的 對外開放的 以外界為多的 為社會上各個大眾服務的 開放的 都是好 為何聖善真堂 之前我接主席時 和副主席都說 他們交通方便 因為九龍塘 只限了十多分鐘便到了 還有環境優美 因為那個地區豪宅區 阿長問一句 八卦一下 是不是你的自治物業 是呀 是自治物業 有一個自治物業 在一個地區 變成港幅高低 對我們宗教的流報 傳播都是好 第一,你不用優那個地方 那個租金 可以方便很多人去用 因為道教的陽樂、陰安 很多其他中國人 都會很注重這兩件事 不是那麼多宗教 是兩個世界都兼顧 我們是兩個世界都去環圍 那說到夫妻 都想多問他主席 一般會不會 那些夫妻有些 譬如幫那些善信看病 給那些感浪的善信 有沒有這個服務 這樣 以前是有的 自從香港政府 有個中醫條例之後 我們就拒絕 因為我們九龍塘 有中醫診所 你要看病 我們有醫師 來跟你看 我們自己弟子 就可以去問病 問先神 以前對外都可以問 現在不行 現在外界 去我們診所看 二十元而已 長者免費些 那這也是一個慈善服務 診所給大眾享用 因為他們都是一個非牟利的 慈善忠舊團體 來的 那除了中醫的服務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服務 其實我們在地區裏面 除了做辦中西醫之外 其實我們都和一些地區的機構 好像九龍醫院 我們幫他們成立那個老創商中心 或者有些需要的儀器 我們就直接去支助他們 這樣 這就是我們希望在醫療上 關於教育方面 我們都會直接支助 包括譬如我們 在國內有些學校 中小學 甚至大學 研究生 我們都會直接支助他們 另外 本地也是 譬如有些機構 他們有些學生 或者是有需要的 我們都會直接支助一些活動 都是百花齊放 有不同慈善的服務 要問一下阿忠聖 剛才你解釋到 這個聖善身堂這個字 我看你年輕一點 不過應該挺好學識 你覺得 你的師兄弟 他們一般在宗教行徑方面 掌不掌握到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再做好些 其實所謂 或者引用一句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唐元弟子 包括我們自己 和上人 是沒有兩樣的 都是有機會出錯 所以我們在 譬如在一些 道教教義 規調方面 我們盡量做好它 所以大家 我們這些師兄弟 互相去勉勵 互相學習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包容 有些犯錯的 大家互相去包容 道德經也有說 他說 聖人處無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 換句話 大家 以無私 不偏不義的心 來做處事 身體力行 在一個環境裏面 以如目染的環境 互相去分途 盡量改善心性 所以你說 是不是個個達至最終目標 大家是朝著這個方向 但互相去勉勵 希望大家共同朝著同一個目標 去埋進 也挺好 因為要維持 剛才介紹 差不多四百多位的唐元 大家有一個心 有一個規範 大家只可以聚在一起 就開心 我們 或問問忠勝 我們作為道教中人 我們有時見到 王主席 他真是很親力親為的參加 這麼多活動 我們自己跟他 都不直接有甚麼關係 只是知道他是一個領導 你們討論的人 會不會都在這方面 我們對王主席特別尊敬 因為他這麼親力親為 每樣活動都去 對我們後輩來說 是一個好的典範 一般你們的唐元 如何看過你這位主席 因為主席 剛才主持你也說過 很多活動 我們都見到他 其實他通過活動 看到他積極參與 在道教中的活動 其實我們很多唐元 都會感受到 原來主席都會照做 是這樣 我們都沒有理由 不去坐下看 所以我們一定要幫幫忙 不多 都少少的 好像今早我來到 剛才幫幫幫忙少少少 再說的就是 新駕 新駕 難道他主席在這裏 我不兇 不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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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為何我們覺得他不兇 但始終他都是主席 有些主席有些事 你都要做決定 或者有些事 人們做得不對 你都要表達一個意見 沒錯 我想做主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平衡下 每個人 因為始終每件事物 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作為一個好的主席 就是在當中 找一個大家認為是最好的答案 就是在自己的認知能力裏面 都看到這個是最好的 作出一個決定 這個就是所謂的新駕之外 就是所謂的主席 就是能夠有智慧去作出所有的 尤其是困難 很多時候 不是百分之一百 每個人都認同 大部份認同 已經是很好 其實很難做的 好啊 我們給主席和副主席抖頭 因為一會兒我們看看 究竟整線真堂這個文化發展 它是否有機會 帶來一些好的東西 影響香港人呢 為什麼 weight 我們現在回來 專訪嘉賓的第三個環節 今天的專訪嘉賓 就是省前真堂的主席 是王項道長 另外是副主席 鍾樹雄道長 我們今次就先安排了 訪問了他們 找一下你現場同學 剛才我們停休息的時候 你同學在這裡提過 你非常欣賞 《醒善珍堂》裡面那個 文昌筆科儀 先說你們師兄 你們說《醒善珍堂》 那裡是有禮斗 擺衫 但是如果《醒善》對我來說 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我參加過你們的 《文昌開筆禮》 我覺得你們那些道卿 去負責 他們又很熱心 很和愛 還有我去那天天氣很好 我見到有路有亂 有大有小 有些幼稚園的 有些大學的 他們都來請文昌筆 還有我很感恩 我覺得我見到有一些 除了是小朋友之外 還有一些可能學習慈患的人 是他自己來 也有 其實是大了 他二十多歲的了 口齒不靈利的 也有些可能是爸爸媽媽帶著他來的 他請到支筆 他很開心 很感恩 我也覺得 真是有《醒善珍堂》這個服務 真是除了將道教宣揚之外 感染別人 是有信念 是有勇氣 去面對一個學習 主席回應一下 你們的文昌筆 這個科學院都是你們的重鬥器之一 這個就是三年前華人廟宇委員會 邀請我們過去深水埗宇州街的三太子廟做文昌開筆禮 去年去鴨列宇州 洪勝廟 當時做開筆禮 又回來三太子廟深水埗宇州街 當時做開筆禮 有了經驗,剛才這位師兄說,去年來我們堂參與這個活動, 我們是第二年搞的去年,第一年搞的,我們有了經驗, 我們試辦式見多少小朋友來,開心,變了多項活動, 所以我們上廣州純陽殿,照文昌殿的神像和莊王、神陰一模一樣照版搬來, 我們是堂,前年開手辦,文昌開筆禮,今年都很虛陷,六百多人 這些我們叫與時並進,這些其實就是古老的傳統, 但到現在又再復興,都要有賴我們這些道堂人士去推廣, 我又想問中副主席,你是教育界,那你怎樣看這些東西呢? 為何這些東西現在好像很多人去追求, 譬如我們現在的年輕人,很多人說他們現在的情緒、學習, 可能都比較以前的人有所轉變, 如果在與時並進這個概念去想,作為一個道教中人, 怎樣去推廣一些我們傳統的文化呢? 其實都提到,在物質的生活上面,在現在這個世代就很豐富, 反而心靈的磨鍊就好像比以前是小孩, 在小時候就經常要思考,用好袋去想,就少一些物質, 你看到現在的年輕人,遇到一些很小的挫折, 就會出現一些所謂的負面的情緒, 甚至放棄自己寶貴的生命, 最近有些新聞大家看到,如果在道教, 其實我們是信奉天人合一,尤其是尊重自然和愛惜生命, 這是大家都明白的,在生命的歷程中一定是有高有低, 而我們在道教中,通過一些經典,通過一些活動, 例如我們正左、正下心、中下經, 其實慢慢就會體會到,人生命的歷程中的氣跌跌跌, 低潮時就是磨鍊的人, 這就是去看事情,在過了轉捏點後,可能會有傳機, 另外在《獨得經》中也有提到七線, 即是舉善地、心善怨、愚善人、言善信、正善智、視善能、動善事, 所謂七線,其實裡面已經包含了很多我們修身, 裡面需要做的工作或者事情,如何處理這些事情, 尤其是,我自己在教育界看到, 現在的同學就比較剛強, 或者將自己放在泰國的自我中心, 很多時候都會是這樣, 但在道教裡面,反過來, 我的主社要柔和, 即是反而要柔和, 不要剛強,所謂手柔, 就是若強, 即是要手柔, 很簡單的例子, 即是好像樹葉一樣, 那塊樹葉仍然在樹上面, 是柔軟的, 有生命力的, 當樹葉離開了, 就硬的, 即是沒有生命力, 反而剛強才是, 好像樹葉已經離開了樹身, 所以這個就是, 年輕人其實要學一下, 即是互相去理解, 互相的關係, 尤其是好像老師和學生一樣, 很多時候我們去理解師資, 我們理解就是老師的能力, 那叫做師資, 但如果我們在《道德經》裡面看, 就不是的, 原來是講過互動, 譬如什麼呢? 善人者, 不善人之師, 不善人者, 善人之之之, 即是說, 學生, 給老師來看, 是一種學習的資源, 雖然說, 老師是教學生, 所以裡面有一個互動的關係, 其實我們年輕人, 其實不只是年輕人, 是成年人一樣, 都是需要明白, 在世界裡面, 我們的定位是怎樣, 以及互動的關係的重要性, 那這個我想, 在《道教》裡面的經典裡面, 是很清楚去描述出來的。 那我想問, 詩人的問題, 問一下, 仲勝, 你本身在教書, 有些學生跟你討論道教問題嗎? 如果他們問到你, 都會不會跟你有興趣慢慢講? 如果在研究生, 我是有的, 我曾經有幾位研究生, 通常我不是刻意講宗教, 而是引用一些哲理性的教學看, 因為在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都有20個博士生畢業, 其實我發覺訓練一個學生, 其實不只是在技術, 因為技術, 今天可能叫做新的事物, 明天可能已經變成舊, 就好像你也看到, 手機電話, 每一段時間已經有變了, 唯獨是人學習的能力, 或者看的事物是永恆不變, 即是你怎樣去看的事物, 所以我很多時候, 反而花點時間就是教學生, 怎樣去欣賞, 和體會一些事物是真的, 所以我經常告訴你, 要學甚麼呢? 可能比較愚妙一點, 就是那種感覺, 你要去學習, 對事物的感覺, 對自己做研究的工作裏面有一些感覺, 這種感覺很難去形容出來, 但這種感覺是要慢慢培養出來, 這就是很多時候, 跟學生去訓練, 學習過一次, 凌晨四點鐘, 就是我那次寫一篇論文, 直到凌晨四點鐘, 之後就跟一個學生, 討論到得驚其中的長節, 之後到第二天, 接著一起去喝茶, 我們見到鍾師兄真是馬德, 用他的範圍, 去帶一些道教文化, 人理學生, 但同一時間, 我們看王主席, 他帶領著聖善神堂, 我想在香港來說, 都是有一個地位, 不如有問王主席, 你覺得你們貴堂, 在香港道教界, 佔有甚麼地位, 如何跟其他道堂, 一齊發揚道教文化, 我們宗教事業, 怎樣大家會做多些, 在你的帶領之下未來? 我認為, 我們聖善真堂, 是香港其中一間很小的道堂, 比其他香港四大公館差很遠很遠, 六十四年來, 我們堂, 各位同門都秉承先神的機訓, 以善為根, 以正理道行為宗旨, 修身麗德, 名道從善, 本堂很多地方方面都有所不足, 希望以後, 和香港各道教界, 多些交流和合作, 取場補斷, 互衛共贏, 希望多些聯繫, 不止為香港, 我們國內都有打很多交道, 所以, 你們的師兄都見我在國內, 不論東銀西不中, 都見到我, 就是這樣, 很多謝, 無論如何, 都是一個代表, 亦都記得我們香港的道教界, 各自各精彩, 不過有一天不能不問王主席, 因為他同一時間, 亦都擔任道聯會的副主席, 都幫了很久, 想問問, 基本上, 你一般在道聯會, 你負責甚麼角色? 我加入了香港道教聯合會, 今年已經十六年, 我加入了第二年開始, 湯主席提葵, 過了兩年之後, 開始擔任副主席, 即六個副主席其中之一個, 每兩年一屆, 今年做足十四年副主席, 在道聯會, 每兩樣都用人為財, 你擅長哪樣, 就派你去哪樣的工作, 我的責任, 幾十多年來, 就是會計, 溪核, 審查這些工作, 近期, 多些和主席出去, 國內訪問, 北京各大政府機構, 和道官, 一般都參與這些活動, 他就是一個資深, 而有努力的副主席, 即是很勤力的老前夫, 很勤力的老前夫, 我想我們見到黃主席, 我們都要再提醒自己, 用中式的繩字, 我們要繼續努力一點, 現在要先休息一休, 待會再訪問。 道場畫典, 道場畫典, 我發現中師兄, 他也是教授級人物, 教學生, 在這裏來說, 想問一下, 其實中師兄, 你怎樣看呢? 譬如說, 那個道教徒, 其實你有時教學生, 學生都會說, 老師, 我們出來做事, 有成就, 但問題是, 如果人們追求的成就, 不是肉, 和道教徒所希望自然的生活, 你作為他們的老師, 或是官官的幫忙負責任, 你怎樣引領一些年青人, 怎樣看這個關係呢? 其實這個, 很多時候, 都是幾困難的, 去解答, 在道教裏的教義裏, 理解就是一個物質的世界, 就是物質的世界, 都是由相對而產生出來的, 或者對比, 例如長短, 微醜, 都是相對走出來的, 而我們去取或寫, 或者去選擇, 很多時候就由個人去選擇, 覺得好, 壞, 美, 醜, 我們去選擇, 在《道德經》有一句說話, 都幾好, 很多時候, 我自己, 即使在WhatsApp裏面, 都用這一句, 就是, 自人是天, 莫逆色, 即是色色軟的色, 色就是解簡樸, 折弱, 或者真色的意思, 所以有這個色, 就是一個修身自人的最基本, 即是你怎樣去符合, 怎樣去節約, 怎樣去簡樸呢, 才是達至長生狗事之毒, 從而達到天人和諧, 即是這個境界, 但每個人, 生存在這個世間裏面, 是必須有這個物質, 因為很簡單, 我們每天都需要, 起碼最簡單, 早餐, 午餐, 晚餐, 你都要吃的, 但你選擇那裏, 是你自己的決定, 所以這個在一個物質世界裏面, 就說, 你選擇物質是夠用就好了, 就沒有多, 一多的時候, 就好像現在地球, 開始營養發展又多, 溫度提升又多, 在地球資源又多, 其實要達至平衡, 就在我們道家裏面, 是很著重的, 就是怎樣平衡, 我想可以回答你剛才, 就是個人的修身修性, 是怎樣的心性, 這都是我們道教徒經常面對的, 因為很多朋友, 他未必是道教界, 想聽聽我們所說的理念, 跟他的生活, 有甚麼改變, 改善, 這個我們都很感謝阿忠聲, 給了他專業一點的看法, 另外想問一問, 其實再轉一步, 如果我用道教的理念, 包括商人或政府, 阿忠聲你都是教授, 有甚麼道教理念, 你覺得現在政府都要建議, 去用一下, 管理那些太多了, 你說現在的法官, 我不是政治家, 又不是政治方面的學者, 主持人, 但你還好, 你表平衡, 所以很難給你一個零單妙約, 就是這樣就可以, 但我覺得, 我可以引用一下少少, 最近蔡政司司長, 曾經說他有講過, 他說, 我們的問題是人為, 要去解決問題, 都是要我們去想的, 就是要人去出發, 所以人自然有方法去解決問題, 而去著手解決問題, 不是一小巨人, 不是單單是政府, 或者只是一個群組裏面, 一小巨人去做, 不是的, 是要所有人同一時間去解決, 單單一經, 要講一句, 他是自大角, 要攀小巨人, 即是好像鮮魚一樣, 攀條的魚一樣, 你下的油鹽醬醋料, 要欺負到好處, 就不要太過分, 如果你動得多, 會怎樣? 條魚散, 當然啦, 在那個年代, 沒有那些二級鑊, 其實意思就是, 你經常動它, 就一定是很容易攪散了, 另外一個在莊子裡, 也有一個養生片, 叫刨丁解牛, 要明白那個道理在哪裏, 你秦善如流, 慢慢跟著, 這個就很考功夫, 你看這個世界, 現在社會是怎樣, 你就要落刀那時, 就好像刨丁解牛, 你怎樣落, 而它會不會撞到, 令到那把刀仍然可以鋒利呢? 這個就要考一些智慧, 這個在道家裏面的思想, 是很清楚去說的, 我們希望, 相關人士聽到, 可以拿一拿, 我們中副主席, 中道長, 或者中教授的意見, 我問一下, 王主席, 我說真的很開心, 原來那些道童中人, 人才仔仔仔, 你們副主席, 這麼有文才, 這麼有學識, 其實他在你道童, 擔任什麼角色? 中副主席, 他十六年前, 他已經是主席了, 十六年前, 他是主席來的? 他主席強項就是酸道, 到今時今日, 他主要都是看著酸道, 其他重要事情, 我都要找他,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沒有找他幫忙。 所以我覺得中道慶, 親切一點, 他說兩句, 很有酸度的韻明, 但他講得又不是很教化, 你想想, 可能是學生, 你想想, 不是幾好,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道教, 我們不能夠不講道教文化, 但如果要做這件事, 你不要做那件事, 人家會很反感, 對一些年輕人來說, 這個也是這樣, 這裏再問多一句, 看看你們兩位是誰應付, 我們作為道教中人, 大家都有疑問, 我想我們家族師兄, 你和我也是, 個案來說, 好像大眾對道教徒 都不覺得很高地位, 但雖然我們有些教授的人馬, 有些主席級人馬, 我們的道長, 其實中興人, 叫他親切一點, 你覺得怎樣可以提升 我們道教在普通市民的地位呢? 我接觸道教, 由我小學四年級開始, 距離現在都破牆了, 我有了四年級, 都二十幾年, 其實就會看到, 怎樣可以將道教文化, 或者宗教令到人認識呢? 我想首先第一件事, 我要做到的就是, 道教徒在行為上, 要令到其他人有認同, 這個是道教徒, 所以最重要的首先就是, 每一個道教徒要自己, 心性裏面要有修辭, 首先就是所謂學道, 修道和行道, 即我們一定要自己本身做好先, 不要要求對方, 你自己做好了, 等別人會看到你的, 即你自己的行為上是怎樣, 這就是要做道教徒, 要做基本事先, 到第二就是, 要大家在大眾認識, 甚麼叫做道教, 有很多事呢, 其實不能夠不承認, 社會上充斥了很多, 即打著旗號為道教的, 名義, 很多負面的新聞, 令到人誤解了道教, 所以道教徒是需要身體力行, 去改變他們的觀感, 因為很多些, 所謂說得粗俗, 即是很多些古靈精怪, 即是在齋住道教的家, 但很簡單, 因為我以前學到時, 一個老師就說, 道非優宜, 優宜非道, 很簡單, 即是在敵位, 其實很多人, 即我自己看, 其實是他自己, 不了解自己, 已經身處在道教的圈子裏面, 我打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每年的年初一, 你想想多少人, 會想去投住向, 投過年初一二三, 很多人去, 其實大家問他, 你知不知道, 息息園是一個什麼的場所, 可能他們不知道, 我去而已, 但其實可能已經是, 或者在日常生活裏面, 他所做的, 所說的, 其實和道教文化都有息息相關, 但有一個例子, 有句說話, 天網恢恢, 疏而不失, 在哪裏來, 他可能不是我從小說的, 但不知道在哪裏來, 你告訴他, 不是說是道德經, 就好像這些, 要令普羅大眾, 不單止要接受, 而是要理解, 要清楚知道, 其實他們的行為, 他們想的事, 所做的, 其實和道教是息息相關, 你代表蔣貝映, 總副主席, 其實我們都有你的理念, 大概年紀前, 接到新聖電台邀請, 都講道教文化, 這個節目, 我自己和幾位熱心的師兄, 包括不同道童的師兄, 都是積極參考事, 有個恩怨, 我們都是想正面地講多些, 我們到最後, 就看下, 主席, 你有機會來到這裏, 跟聽眾講, 你有甚麼勸勉的說話, 給我們今日的年青人呢, 等他們希望可以, 用你的經驗好, 用你的看法, 等他們積極一點, 等年青人, 各位聽眾, 各位年青人, 這個世界上, 沒有不勞而獲的, 每樣都是要靠自己一雙手, 創造出來的, 要經得起考驗, 不要有少少挫折, 就放棄自己, 你現在, 看下每日的報紙, 很多那些十多歲, 又說, 連自己的寶貴的生命都不要了, 今年都有很多個案子, 希望各位年青人, 珍惜自己的生命, 以及前途。 副主席, 有特別的補充嗎? 很簡單, 我就用, 在《道德經》裏面講, 道家三寶, 慈劍, 謙藥, 第一件, 就是對所有事情, 有慈愛的心, 第二, 就是要折劍, 第三, 就是不敢為天下先, 就是慈愛的心, 能夠令自己勇敢, 持劍令到心靈去腐足, 不敢為天下先, 就是令到其他人可以敬重你, 這是最好簡單的說話。 好多謝兩位, 我們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在這個環節, 在這一集裏面, 我們今集, 最後一集, 邀請到兩位道家中人, 講了他們內心的看法, 我們希望這件事, 跟聽眾共勉之, 大家愛惜生命, 慈劍讓, 好嗎? 好, 多謝兩位, 多謝, 多謝, 心靈六州, 道場話短。